這輛車趕到現場 直劍雙載的夫妻倆 疫情以後倒在地上移動也不動了 其中太太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情有健壯趕緊上前幫忙CPR 情況十分危急 但送醫後兩人搶救後不治 收視車輛被拖回派出所見識調查 當時在車內的乘客 17歲的張姓少年 在派出所內等待製作筆錄 他的爸爸文訊趕來也嚇了一大跳 喝多久了 你不敢問 我知道喝多久 喝得多水 他說他三點就在尾群 他有說你喝多少 說他喝4分米蘭 學習的張姓少年 載學後在餐飲公司上班 和讀書時期認識的20歲黃姓駕駛 在外合租房子 13號凌晨兩人在林園的吊蝦場 唱歌營酒 直到4點多酒駕離開 而他們開的還是朋友的車 一公約三七二二 這條高速化是現在 比得比得比得多 我賺錢 雙姓少年當時在車上滑手機 聽到駕駛喊了一句慘了 接著就撞上雙載的夫妻檔 53歲的陳姓騎士 和54歲的太太李姓富仁 兩人都是大寮園裡的人 平時經營寵物店 在當地培育彩犬相當有名 臉書上都是他騎車 四處旅遊的紀錄 熱愛大自然的夫妻檔 就是騎車要去山林溪旅遊 結果遭到對方酒駕高速撞死 讓目睹車禍的親友如何接受 TDN新聞 方志成徐季好流血 高雄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